我进入恐怖游戏后 因为高度近视看不清 把血群鬼罗莉当亲女儿爱护 把大boss当老公处 把老诡异当亲爹妈孝敬 初次见面 我一把薅住大boss的腹肌感叹 身材真不错 可惜就是矮了点 boss气笑了 把手里的断头安到脖子上 磨牙 我一米八六 你现在再看看呢 欢迎进入幸福之家副本 玩家在该副本存活七天 极为通关 初始玩家 三十人 现存活 三十人 祝各位玩家游戏愉快 车祸死后 一阵白光闪过 我来到一栋大楼前 耳边响起诡异的机械音 因为我是个高度近视 三米之内 人畜不分 看不清大楼啥样 也看不清周围的人具体长什么样 只能看到大概人影 这时 只听一个娇弱学生妹哭着说 呜呜 这是哪里呀 我想回家 一个黄毛暴躁的骂道 谁在搞鬼 放老子回去 相对沉稳的一男一女走出来 他们自称老玩家 名叫红姐和俊哥 好心的给我们解释 这里是无线流游戏 被拉进这个游戏的 都是死了的人 如果能通关所有副本 积攒够传说中的9999分 就能复活 一听能复活 我急忙追问 那通关一次副本 能获得多少积分了 红姐似乎情绪不高 低声说 这跟你通关时的惊悚值有关 如果你是99惊悚值通关 那你最后只能获得一积分 如果你是100惊悚值 那直接死 所谓惊悚值 顾名思义 就是害怕程度 老玩家熟悉游戏后 基本能把惊悚值 控制在60以内 而新玩家嘛 就比较惨了 我摸着下巴又问 那如果是零惊悚值通关呢 最后能获得100积分吗 这话一出 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我的一切都被直播了出去 无数弹幕在嘲笑我 这新玩家真是大言不惨 幸福之家 虽然只是S级副本 等级不算最高 但因为其变态程度 至今都无人手通 上次第一工会的名神 就栽在这里吧 都坚持到第六天了 结果嘎了 完蛋 这次随机匹配 居然只有红姐和俊哥 两个老玩家 他俩加起来都不如名审 看来这次又是团灭局 很快 我们要选房间了 红姐说 虽然之前这个副本无人通关 但前面死的那些玩家 也摸索了一点经验 这栋楼一共30层 一批一户 每层只能入住一名玩家 而且幸福之家 其实属于角色扮演类恐怖副本 每个房子里 都有一些诡异入住 他们会扮演玩家的各种亲密关系 所以七天的同吃同住 惊悚值 怎么可能不剧烈波动呢 俊哥急忙打断红姐的话 拉着他一起 分别选了一楼和二楼 一见老玩家这么选择 有名眼人紧随其后 纷纷选择了低楼层 因为近视 我跑不过 于是只好等大家选完 最后 只剩一个30层给我了 仗着我看不到 弹幕又在机里呱拉 这些玩家死定了 众所周知 楼层越高 BOSS等级越高 尤其是30层 全是大BOSS 号称死亡之家 我抵达30层 环顾了一圈后 发现和现实中 没有太大区别 不就是血腥味重了点 墙壁红了点 温度低了点 灯光暗了点 而且 这可是大平层 还有我梦寐以求的家人爱 要知道 现实中 我不仅是一个 高度近视的废物 还是一个孤儿 更是一个穷狗 我走到门口 毫不犹豫地伸手 用力拍了拍门 口中大叫 快开门啊 宝宝我回家了 再不开门 我要饿死了 弹幕惊呆了 他纯粹在找死吧 哪个玩家 不是礼貌地敲门 或者在门口 乖乖等着 诡异心情好了 来开门 不想看这种 一点脑子都没有的莽腹 我要换个直播间 我去看他红姐 看 继续看 我倒要看他怎么死的 其实是他们 不懂我的脑回路 既然是角色扮演 要和诡异成为一家人 那肯定是 怎么自然怎么相处啊 难道现实中 回自己家 还要非常礼貌地说 你好 有人在吗 请帮我开门 敲门声落 门歌这一声打开 凉意席卷我全身 我舒服地窥探一声 这简直是避暑胜地呀 夏天都不用开空调了 我低头 看到了一个矮小的红色人影 虽然我的视线一直模糊不清 但两条辫子一甩一甩的 应该是个穿着红裙的小孩 小孩阴森一笑 猛地朝我扑来 冰凉的小手掐住了我的脖子 我顺势把他搂在怀里 摸到他裙子是湿漉漉的 立刻不满地说 小孩子怎么能穿湿衣服呢 快脱下 我带你去换干净衣服 我的鼻子动了动 闻到了一阵血腥味 又焦急地问 你是不是哪里受伤了 药箱在哪 我帮你处理 弹幕恨铁不成钢地吐槽 大姐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这可是死亡之家的boss之一 他穿的不是湿漉漉的红裙 那是他把玩家杀人分尸染红的 血腥味也不是他受伤了 是他裙子上玩家的血 没事 等那位回家 他死定了 可惜我看不到这些弹幕 我一边抱着小孩走进家门 一边帮他脱下红裙子 从他精致的公主房 翻出新的白裙子给他穿上 小孩掐在我脖子上的小手 不知不觉松开了 感受到他的无措 我拿起热毛巾 凑近了些 一点一点把他脸上的血污 擦了得干净 这才看清 原来是个可爱的小萝莉 我笑咪咪地指着自己的脸说 身为家人 互帮互助是我该做的 不过 你是不是得亲我一口 以表感谢 小萝莉扭捏地扯着白裙子 悄悄凑到我脸上 啪唧一口又快速离开 声音还软软诺诺地说 谢谢妈妈 啥 妈妈 俺无痛当妈了 这简直是太酷了 要知道 我现实中就听惯了 各种死在生产台上的事情 我虽然渴望家庭 但最怕的就是生孩子了 我刚哄好小萝莉 让他午休一会 就听耳边传来机械音播报 出使玩家 三十人 现存活 二十人 没想到 仅仅是选房子 居然就死了十名玩家 我打开手机 把手机捧到眼睛前 这才勉强看清屏幕上的字 原来是大家 在玩家群交换信息了 比如其他玩家 都是怎么死的 据说 暴躁黄毛和另外三个男人 为了争夺三层 大打出手 最后 黄毛险胜 入住三楼 只见黄毛刚敲开门 一个人生狗头的诡异就走出来 张出血盆大口 直接把黄毛整个吞了进去 最后还嚼巴嚼巴嘴 吐出了几根沾着皮肉的白骨 在狗头半开的门里 其他玩家看见了一大堆白骨 他们猜测 也许那全都是以前玩家的尸骨 目睹这些 基本上所有新玩家的身上腺素 都增高了 现在除了红姐和俊哥 每个人的惊悚值都高达50 这才第一天 还有一个中年大叔 是在走进十楼大门的那一瞬间 惊悚值飙升至100 直接死了 其他玩家也是各种五花八门的死法 要么被惊悚杀死 要么被吓死 当然 这些都跟我无关 我站起身 趁着小萝莉在睡觉 勤快地从浴室里找到拖把 把整个房子都打扫了一遍 红色的地板砖 被我硬生生地拖成了白色 我可真能干 墙壁上凝固的那些红色 实在清理不掉 我便拿铲子把红色铲掉 等我忙碌完 已经是下午 我累得腰疼 趴在小萝莉旁边的沙发上 沉沉睡去 等我再次醒来时 正被一道冰冷的气息笼罩着 房子里很是暗沉 我面前站着一道模糊不清的黑影 虽然看不太清 但他说的第一句话 我就被这把子嗓子拿捏了 他用低沉性感的嗓音轻笑 有趣 居然能在丝丝手里活到现在 紧接着 小萝莉丝丝阴冷的声音也响起 你最好别动她 这个妈妈有点意思 我要留着好好玩 男人没有回应她 大手一挥 鸣叫丝丝的小萝莉 就从沙发上倒飞出去 撞上阳台的玻璃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还有骨头散架的声音 男人冷笑 谁允许你跟我这样说话的 真把自己当我女儿了 我忍不了了 一咕噜从沙发上爬起来 同时嘴里念叨 谁允许你这样跟孩子说话的 哪有你这样当爸爸的 我本想一巴掌拍在男人脸上 不知怎的 手一滑 一巴掌薅住了他的腹肌 嘖 这手感 我没忍住多摸了两把 眼见男人濒临暴怒 浑身冒黑气 我急忙找不 思思是我的小宝贝 你是我的大宝贝 我们就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其实 那个 老公 你身材挺不错的 就是怎么看着有点矮 没事 现在我来了 我以后每天都给你们做好吃的 保证你们妇女都长得高高的 弹幕疯了 救命 他在说什么 他怎么敢在断头大boss面前说这些的 终于等到了断头大boss 他应该是幸福之家副本最强boss了吧 当初名神就死在他手里 可是 大boss脸上 为什么可疑的红了 磕到了 楼上 你真是饿了 直播间都在等着男人拧断我的脖子 之前的玩家都是这样的下场 没想到 下一秒 男人抬手 忽然把手里拎着的 脑袋安在了脖子上 然后凑近我 高冷邪魅的形象不复存在 声音夹杂一股莫名的委屈 我矮 我可是实实在在的一米八六 你再仔细看看呢 这年头 哪怕是诡异 只要他是个男的 都在意身高啊 命念 我劝你好好看 男人忽然叫我名字 好听得我心脏砰砰直跳 我一边猛地拽他领带 让他完全压在我身上 一边角柔造作的泥男 看不清 再近点 盯着面前清晰放大的俊脸 我暗爽 幸好幸好 这个破恐怖游戏 只看惊悚直 不看心跳直 不然 我指定死翘翘 见男人一直不说话 我担心他生气 立刻惺惺眼点头 馋媚地说 哇 你一米八六 我一米六六 最萌身高差 我们真是天生一对爱 西装革履的男人 脸色爆红 他正要说话 下一秒 刚把自己骨头组合好的 血衣萝莉冲过来 一脚把男人踹上天花板 让他抠都抠不下来 然后 小萝莉无辜地看着我 和我贴贴脸 眼神湿润 妈妈 嘶嘶 呃呃 饭饭 这谁顶得住啊 我立刻从冰箱里翻出食材 眯着眼睛 屁颠屁颠去给小萝莉 和老公做饭了 我这一手厨艺真不是吹的 妇女俩把碗盆都舔得干干净净 我去浴室洗澡时 似乎听到他们父子女校的在交谈 嘶嘶 其实留着这个女人也行 她做饭挺好吃的 可是 爸爸 明天那两位回来 知道我们以后不吃他们做的饭会爆炸的 那也叫饭 他们敢有疑问 我先杀了他们 好的 我给你放风 洗完澡的我很自觉地占领主卧 鬼秃秃鬼碎碎的从被窝里探出脑袋 看得到黑影一直坐在沙发上不动 于是我柔声柔气的开始展示自己的贤惠 老公 要不你自己去浴室洗身体 我帮你在厨房洗头吧 这样快一些 弹幕 这是什么魔鬼建议 更离谱的是 断头大boss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居然同意了我这个提议 最终 我和他进行了分头行动 我在厨房一边洗着男人的头 一边哼着歌 弹幕看着这诡异的一幕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依我看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这宁念也是个死变态 他们乃知道 对我这个高度近视而言 手里其实就是在洗一个长毛的黑皮西瓜而已嘛 忽然 我手里的黑皮西瓜说话了 你心情很好 我坦言 当然啦 我觉得我和你们妇女相处得非常好 肯定能顺利通关的 黑皮西瓜凝视着我 忽然咧嘴一笑 诡异又俊俏 你会如愿的 你念 我温柔地看着他 其实也看不清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黑皮西瓜 哦 不 是断头大boss忽然整个头飞走 和刚走出浴室的身体完美衔接上 又变成了那个帅气逼人的一米八六大个子 男人似乎想起了什么不愉快的事 声音音哑 我没有名字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帮我取一个 说完 男人快速离开 情绪低沉的跟我说 他去客房睡觉 这老公 真小气 就不能让我摸着腹肌睡觉吗 我挠挠头 一时之间也没想到好名字 便回房间继续想了 正思索时 下一秒 一双漆黑的眼睛在我被子里出现 小脸散发着幽光 简直是咒怨现场 幸好我看不清 只看到一团模糊的白影 妈妈 别理那个断头老怪物 今晚 思思要跟妈妈睡 原来是思思 不知道她什么时候 钻进我被窝里了 我捏了捏她的小脸 把她跌溜到我怀里 轻声叫道 不可以说爸爸是老怪物 她会伤心的 思思不解地看着我 张了张嘴 露出被拔光牙齿的血淋淋光秃秃的嘴 嘻嘻 可是 我也是小怪物啊 他们还叫我小狐狸精和小表杂呢 我叹息一声 试图把这个小诡异的思维扳证 他们是谁 他们说这些是他们不对 如果妈妈以后遇到他们 无论怎样 一定会帮思思骂回去打回去 可是思思 你不能这样说你自己 妈妈也会伤心的 后来 我叙叙叨叨着 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 我不知道的是 在我睡着后 思思紧贴着我 凝视着我的睡颜 裙子红了又白 白了又红 而后低声嘀咕 妈妈会伤心的 不能让妈妈伤心 弹幕也心惊胆战的刷屏 第一次看到 解忆罗莉的鬼气 波动这么大 最后 裙子居然一直是白色了 没有变过 我靠 这个新玩家 改变了血忆罗莉的属性 有两把刷子 第二天 我是被机械音波爆吵醒的 触使玩家 30人 现存活 15人 我迷迷糊糊的拿起手机 看到玩家群里在讨论 昨晚又死了5个人 三人死于诡异之手 两人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惊悚值直达100 也没了 我忽然收到 红姐给我发来的私聊 念念 你还好吗 昨天我一直在和二层的 诡异交锋 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 前三天 你一定要抓紧时间 攻略自己的家人 我看过当初名神的直播 这是我已知的信息 就当给你的补偿了 怪我没有提前说 选房规则 导致你不得不住在30层 除此之外 红姐还在群里 给不少新玩家提建议 俊哥则偶尔出来骂一句 干嘛告诉这些新玩家 我看你就是太善良 帮助他们 对我们又没什么好处 红姐则打字劝慰 相识一场不容易 别这样计较 于是 生存下来的玩家 都对红姐感恩戴德 这两个老玩家 有点意思 我微微一笑 把脸贴到屏幕上 回复红姐 我挺好的 多谢关心 断头大boss 一手拎着自己的脑袋 一手拎着身穿白裙子的思思 正在举哑铃 看到我抱着手机 她似乎知道了什么 微微醋眉 不要过于香 一句话没说完 她忽然捂着心口倒下 思思皱着小脸 一脸担忧地扶住她 我也快速冲过去 用身体接住她 副本机制限定 NPC对玩家 透露具体的通关信息 门外 响起咚咚咚的脚步声 每一脚 似乎都踩在我的神经上 让我耳膜震动 思思急忙扑进我怀里 试图一屁股 把躺在我怀里的 断头大boss挤开 妈妈 是爷爷奶奶从老家回来了 别怕 男人不甘示弱 纹丝不动 犹豫了一下 她立刻拉住我的手 不怕不怕 反正我也看不清 看不清的 一律是为正常人 反而很期待心 NPC上线 助力我通关 看来 是很健康的两位老人啊 要是在锁孔里转动时 直播间的弹幕 也开始针尖对脉盲 莫名有点期待 常大爷和黑老太 我不信没人 智得了这个凝念 楼上的你什么心理 如果新玩家能手通 也给后面的 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 不是吗 啪哒一声 门开了 迎面走进来两位诡异 他们微微驮着腰 似乎背着两个巨大的蛇皮带 见到断头大boss倒在地上 老太太立刻尖叫着冲过来 一把推开我 嘴里怒骂 你个黑心肝的毒腹 你怎么敢伤害我儿子的 我要你偿命 厉鬼索命 我被黑气萦绕 凑近了些 我才看清 老太太无比笑瘦 似乎只剩一副骨架子 强撑起这身衣服般 头发一根不剩 五官糊成一团 只能清晰地看到 嘴巴一张一合 裸露在外的皮肤全部焦黑 像是刚出炉的木炭 如果不靠声音 我还真是难以分辨 她是一名女性 我急忙伸出另一只手 拉住黑老太的木炭手 心疼地说 妈 您的皮肤怎么干燥成这样 昨晚我自己用黄瓜 做了一套面膜 要不要拿来给您试试 正在骂骂咧咧的黑老太一愣 然后结结巴巴地说 啊 也行 果然 哪有女人不爱美呢 见我真的端出一盆黄瓜 开始给黑老太敷面膜 老头子不乐意了 死老太婆 你不是说 要好好吓唬吓唬新来的儿媳吗 我盯定地看着断头大boss 撇撇嘴 原来你还有就媳妇 男人立刻沉下脸 身上散发出浓浓的黑气 顺手就把黑老太的骷髅头 给拧了下来 真是红堂大笑啊 男人冲我扯了扯嘴角 露出一个略带委屈的笑容 没有 他们没进门 就被撕撕杀了 黑老太尴尬地把头装回去 拍了拍脸上黄瓜 冲老头子阴森的一瞪眼 死老头子 就你话多 滚去做饭 老头立刻闭嘴 拖着蛇皮带 还有肚子上的肠子 朝厨房走去 他走过的地方 地板又变成了血红色 思思从地上爬起来 非常有礼貌地表示抗拒 奶奶 对不起 我认为爷爷做的饭实在难吃 还是别 话音未落 老头掏了掏肚皮 从厨房甩出来一截肠子 把思思飞速卷了进去 老头发出节节怪笑 乖孙女 还是来陪爷爷做饭吧 我看着满地的肠子 回房间开始找针线 哎 老爸这毛衣脱线了 怎么也不补补呢 老头饭做好的时候 我针线也找到了 我殷勤地帮老头摆好饭菜 然后一把拉住老头 老爸 我帮您补补衣服吧 看您这脱着毛线满地跑 也挺不方便的 而且毛线还褪色 我昨天刚脱的地呀 四个诡异面面相去 弹幕也恍然大悟 闹半天 感情宁念不是胆子大定力强 是眼瞎 不 我看他的行动 他还是能看轻路的 我猜应该是个高度近视 我愿称他为宁神 给大家开辟了一条 意想不到的通关思路 安静地看 我认为 其实他还是很有智慧的 这句话刚飘过 我就薅住了老头的肠子 开始缝补 因为讲究恭喜必闲 我距离他还是有点远的 所以始终没看清是什么 只感觉湿漉漉的 于是抱怨 这毛线怎么还是湿的 老爸 是不是你刚刚洗菜 掉进水池了 老头也有点不知所措了 干巴巴地应了一句 啊 应该吧 等我缝好老头的肚皮后 大家才和干鞋尬坐在桌子前 准备吃饭 见大家不动 我自来熟的家里筷子鸡爪 见我往嘴里送 四个诡异 满脸邪恶的盯着我 乖儿媳 这可是你爸今天从楼下 带上来的新鲜食物 都是昨晚刚死的 楼下 楼下除了死去的玩家 还能有什么 我立刻丢下筷子 装模作样的捂着肚子 干呕了一声 朝断头大boss身上靠去 呕 不行 我不能吃荤腥 大抵是昨晚一夜风流 我怀了 雪衣萝莉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长老头和黑老太满脸惊喜 急忙叫儿子把我抱进房间休息 断头大boss则是面红耳赤 抱着我仓皇起身 凑在我耳边低声呵斥 你胡说 我们明明都没有 太纯情了 连睡过这两个字都说不出口 见此 我歪倒在他怀里 趁机摸了摸腹肌 也压低声音说 没事 如果你愿意 我们现在睡也不是不可以 但木怒了 宁念 女流氓 这是我不花钱能看的吗 嘶哈嘶哈 其实断头大boss和念念女儿 真的很配哀 一个外表邪思内心纯情 一个外表柔弱 内心狂野 我宣布 我是你们的CP粉 最终 我还是没能睡到断头大boss 因为一进房间 男人就抢忍着脸红 跟我认真的打直球 宁念 很抱歉你对我的爱意 虽然时间很短 但我承认 我对你也的确也有不一样的感觉 只是 思思是我的孩子 即使这是假的 是你们口中的游戏 我也希望能取得她的赞同 再生二胎 这是我身为一位父亲的责任 我凝视着男人脖子上的猙獰伤疤 那是他断头的相接触 凑近了 我看得更清楚了 其实那甚至不是一道伤疤 而是无数道 像是被一把钝刀子砍了许多次 才被砍断一般 这两天 他一直戴着领带 遮挡着 我扯开领带 难以克制地吻了上去 别 愁 男人惊慌地想要推开我 又突然想到自己是诡异 怕自己伤了我 有些手足无措 不 一点也不愁 我一边亲吻 一边呢喃 一边掉眼泪 疼吗 没有哪一刻 我觉得他这样帅 我听见男人低笑 如冰雪消融 疼过了 现在不疼了 我假运骗过了长老头和黑老太 总之 这两天的饭菜 都是我亲自下厨做的 用了冰箱里断头大boss买的菜 并没有动脑鬼一门 蛇皮带里的那些食材 而为了以假乱真 第二晚开始 我和断头大boss睡到了一起 半夜 我正琢磨着 怎么勾搭他时 被窝里又适时钻出一张委屈巴巴的小脸 妈妈 你不爱丝丝了 爸爸有什么香的 丝丝才香 说这话时 丝丝恶狠狠地瞪着男人 眼看着丝丝的白裙子要变红 男人脖子上的疤痕在变大 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我急忙从床上跳起来大喊 住手 你们不要再打了啦 不要再打了啦 我跟你们两个一起睡就是了啦 头三天 安全度过 根据系统的实时播报 现在存活玩家只有12人了 第三天晚上 我忽然收到红姐的私聊消息 应念 明天开始就要拜访邻居了 听说只有拜访完这栋楼30层的全部诡异 才能解锁全部楼层 然后或许会出现最终的通关提示 你在最难的30层 一定要帮助大家成功拜访30楼的诡异呀 当然 除去那些已经死去的玩家 剩下的玩家也会帮你说话 帮你拜访他们的家人的 可惜了 当时名神死在第6天 拜访断头大boss时被杀 我们也不知道第7天会发生什么 看着红姐关切的话语和透露的信息 我伸了的懒腰 淡定无比的回了一句 多谢 我当然愿意互帮互助了 既然不知道第7天会发生什么 那就先好好完成接下来三天的任务吧 出门前 思思特意走到断头大boss面前 仰着脸道 快惹我 我要变成红裙子 白裙子没有气场 等会吓唬不住那些东西 断头大boss敲了敲他的脑袋 你只需要负责开心就行 有你爹在 谁敢动你吗 长老头爱不释手的摸着自己缝好的肚皮 一边接话 是啊 实在不行我出绝招 把肠子重新扯出来 去他们家门口讹他们 黑老太一边敷蔬菜面膜 一边探出骷髅头泼冷水 不是 你们没有读幸福之家居民管理条例吗 我们身为原住民 这三天是不能下楼跟着儿媳的 只能靠他自己 三个诡异瞬间掩气息骨 还是断头大boss漆黑的眼珠子转了转 忽然 他想到了什么 一言不合就把脑袋拔了下来 伸出手在脖子上的伤疤里掏啊掏 掏出了一把刀柄 然后他抓着刀柄扯呀扯呀扯 扯出了一把满是铁锈的大菜刀 刀身还冒着浓浓黑气 当然 我是没有看清他这一连串炫酷的动作的 我只恍惚看到 梁老一小看到菜刀后 尖叫着退了三步 男人走到我面前 温柔地把菜刀递给我 念念 拿着它 没人敢对你动手 论实力 我应当算幸福之家最强 他能断我的头 定然也能断楼下所有诡异的头 机械音忽然在我耳边响起 这种私人播报没有公放 恭喜玩家 获得SSSSS级道具爱的屠刀 他 他居然能为我做到这种地步 死人最是忌讳 曾经杀死自己的东西 可他偏偏将它拔了出来 虔诚地送给我当武器 只有弹幕在发疯 卧槽 杀死断头大boss的菜刀 居然是顶级道具 离了个大谱 S级副本里 居然有5S级道具 还被一个新人获得了 好好好 各大工会的会长 已经来直播间了 这是来抢人的吗 宁念一出来 就能直接进大工会了吧 我酸了 思思一件男人出尽风头 立刻冲进衣柜里翻箱倒柜 然后挑出一件最整洁的 毫无折痕的白裙子 捧在手上 对着我手里菜刀就冲了过来 或许因为惧怕 思思身上和手里的白裙子 都立刻变成了血红 思思把手里的红裙子 对着我一抛 红裙灯时穿到了我身上 而且完美变大 刚好贴合我的身材 思思搂住我的腰蹭了蹭 满脸眷恋 妈妈 恭喜玩家 获得SSSS级道具天使之群 不等我感动 长老头扯开我 好不容易给他缝好的毛衣 在肚子上掏啊掏啊掏 掏出一个毛线团地给我 让我防身 机械音又一次响起 恭喜玩家 获得SSSS级道具宰相度长 黑老太紧随其后 干脆利落地扯下一只焦炭胳膊 说必要时刻 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机械音再一次响起 恭喜玩家 获得SS级道具 枯木逢春 弹幕 人妈了 四个大boss整齐出动 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到了 三十层往下的楼梯口 我拿着一堆道具 看着身上的红裙 感动得稀里哗啦 谁说这是恐怖游戏的诡异 这不就是我最亲密可爱的家人吗 弹幕酸溜溜地说 要是给我这些道具 我也觉得他们可爱 不得不承认 宁神有本事 至少他能在三十层活到现在 还取得了大boss们的喜爱 说得也对 以前的玩家 连三十层的大门都进不去 刚走到门口就被血液罗莉沙了 依我看 有四个大boss荡靠山 又有这么多牛逼道具 宁神这次必定能完成手通 有种吴家 有女处长城的感觉 呜呜呜 刚抵达二十九层 我礼貌地敲门 才敲一声 门就开了 通过群消息得知 这层的玩家早就嘎了 门内露出一对龙凤胎姐弟的脸 他们看着似乎是少年模样 警惕地看了看我手里的道具 尤其是那把炖了的菜刀 讨好的对我敏唇微笑 是三十层的邻居吧 拜访就拜访 你还带什么武器呢 见外了不是 这是二十九层的拜访卡片 请您拿好 如果不是他们碎掉的脑袋 还有辨别不出形状的五官 和发臭的衣服 肯定更有亲和力 我捏住朴素的卡片 卡片上只有一点点黑色的图案 看不出具体是什么 我对他们姐弟道了谢 然后礼貌地询问 可以请我进去喝一杯茶吗 我想 或许可以跟你们聊聊 你们的母亲和仇人的结局 是的 其实刚进入这个恐怖游戏时 站在楼底下那会 我并不是什么也没干 在所有人都跑去找 抢夺楼层之后 我无聊地围着大楼转了五圈 终于在黑气营绕的垃圾堆里 在一堆不知道 是什么粘液的呕吐物里 翻出来一张脏屋废旧的报纸 幸好 这是我这种社会底层的老本行 我是孤儿 小时候最常干的事情 就是翻垃圾堆 看看有没有可以吃的可以用的 而这种地方 都是容易被玩家们忽略的 更何况 他们急着去抢楼层 根本没想过楼外面也会有东西 我毫不嫌弃地凑到报纸前面 仔细看着 我看见上面清楚地记录着 幸福之家副本三十个诡异进来的原因 还附带着他们的照片 弹幕激动地滋哇乱叫 我靠 我错过了什么 之前这姐们在趴在地上翻垃圾堆 我以为她饿了 不怪你 怪直播间当时死活不期进井 我们都没看见她手里的报纸 以为她在吃垃圾 反思一下 为什么那份报纸 宁神一个近视眼都能看到 我们却看不到 因为她扮瞎的是眼 我们全忙的是心 29层这对龙凤胎姐弟 18岁生日前一天 被亲爸骗上天台 然后被亲爸和情妇联手推下高楼 因为他们的爸爸是入赘 所以一直想谋夺他们妈妈的财产 最后为了防止两个孩子成年继承家产 情妇出此毒计 亲爸点头通过 他们姐弟死后的第三年 亲爸和情妇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而他们的妈妈也关闭了公司 带着两个孩子的照片 开始周游世界 一杯茶喝完 故事也说到了尽头 龙凤胎姐弟热泪盈眶地看着我 目送我起身 走出29层大门后 我忽然伸手拍了拍他们衣服的尘土 从今天开始 好好活着吧 即使是在这里 只要彼此思念 总有一天 你们会和你们的妈妈重逢 看着他们重重点头 我欣慰地转身往下走 我来到28层 这层的玩家也早就嘎了 屈服于道具的淫威 哦 不是 折服于我的美貌下 这层诡异在我刚敲门的瞬间 就打开了门 恭敬地给我递上一张拜访卡片 他是一名穿着夸张COS服 画着夸张妆容 身体看起来却很健全的年轻女孩 我并没有丝毫惊讶 因为 他不是出意外死的 他是吞安眠药自杀的 死的那年 他19岁 正值青春年华 却因为一次偶然的衣服事件 对逼到自杀 那时 他在网上刷到了一件好看的衣服 于是就以图找图 买了同款 美滋滋地拍了照片 上传到社交平台 然后 他迎来上万条辱骂 说他没有戴假发 说他没有化妆 说他不尊重二次元 说他辱没了COS圈 拉低了COS的档次 说他就不应该活着 最后还对他的朋友 父母进行个人信息开合 疯狂骚扰他的父母和亲朋好友 替他的遗照和黄图传给父母 女孩慌了 也怕了 他不懂什么COS不COS 也不懂什么圈子不圈子 他当时只是单纯地觉得 那件衣服很漂亮 他想买来穿一穿 可后来他觉得 他有罪 他应该已死 结束这场罪恶 甚至在吞安眠药之前 他都穿着那件衣服 化了全装 戴了假发 他就想着 万一到了阴曹地府 又遇到圈子里的人 再被骂一顿 甚至不准他投胎转世就不好了 我从他房间拿出卸妆棉 一点点擦去他脸上浓重的妆容 温柔地开导 被圈住的从来都不是你 而是他们 你知道吗 在你去世后的那些年 那些人陆陆续续生活着 或长大 或结婚 或生子 但是他们总归是不幸福的 有些人甚至进了精神病院 因为他们故于偏执 这里没有任何圈子 只有生与死 所以 在这里 你可以想穿什么衣服 就穿什么衣服 想素颜就素颜 想浓妆就浓妆 等他们死后 万一来了这里 你也可以疯狂折磨他们 当然 我认为 他们那些人 即使死了 也是不配再拥有一次复活机会的 听着我讲述的后续 女孩咧嘴笑了 她缓缓从背后抽出一对双缓九节鞭 眼里泛起嗜血的光 那赫然就是女孩COS 那个二次元角色的武器 好的 姐姐 我做自己 若有一日 他们当真来了 死在自己崇敬的神之武器手中 将是他们的荣幸 这才对吗 这才符合28层BOSS该有的气质 我来到27层 这层的诡异是一位穿着制服 化着装 戴着围裙的女白领 有些不伦不类 她手中还牵着一个浑身被压碎的小男孩 即使我不看报纸 我也知道他们是谁 当初 这个小男孩在学校出了车祸 妈妈情急之下 穿着工作服去学校 却被有心之人传到网上 骂她是座台女 说她儿子都死了 还有心情化妆 质问她是不是刚从男人床上下来 这个妈妈悲痛之下 承受不住网暴 选择了跳楼自杀 原来 在这个世界 她和孩子相遇了 我正想开口安慰 这位年轻的妈妈 没想到一脸恐怖的小男孩 突然奶生奶气地开口 阿姨 我已经把妈妈安慰好了 嘻嘻 如果看到那些人出现 我会把他们都杀光光哦 嘿嘿 偷偷告诉你 其实三天前 入住我家的那个人 就是曾经欺负过妈妈的人 临死之前 她苦苦哀求 说只是在网上 转发了一条相关动态 她没有骂过妈妈 可我还是杀了她 因为我觉得 她是帮凶 我的妈妈我知道 她打扮漂亮是工作需要 其实 只要妈妈高兴 哪怕她穿着工作服做饭 我也会觉得 妈妈是超人 我看向女人 此时的打扮 慈爱地摸了摸 小男孩的头 你也是超人 你的超能力 就是让你的妈妈变开心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弹幕哭成一片 我就说 我们宁神是有大智慧的人 我的女神 好感人 念念真的是天使 是来救赎大家的天使 我一路往下 看到了很多熟悉又陌生的诡异 有寻亲路上惨死的男孩 有被校园霸凌致死的少年 我选择一一开解他们 并宽慰了他们 这两天下来 我严格按照 朝九晚五的作息做任务 每天一回三十层 思思就像那小猫咪一样扑来 在我脸上蹭啊蹭 轻腻地说 妈妈 我好想你 我简直都要萌化了 而断头大boss 则主动做好饭菜 一脸哀怨地拉着我的小手 不甘示弱地低语 其实我也想你 救命 妇女争锋 我想轻浮 多来点 我好爱 弹幕酸溜溜地说 死丫头 命真好 让我演两集 别想了 你上三十层 我看你活不过一几天 这样插可打混 时间来到了第六天 我也来到了第十层 此时 我手里已经收集了一堆拜访卡片 其实从二十层开始往下 boss没有那么恐怖了 我发现了两名幸存玩家 不过 他们都不敢跟我作对 当然 也轮不到他们 帮我攻略邻居 因为这些邻居都很热情 也很可爱啊 主动开门 主动把拜访卡片送到我手中 后来 他们也跟着我一起 拜访其他邻居 我们一路往下 来到了第十层 弹幕 三十层四尊大佛盯着呢 敢不送吗 我们一行三人刚到十层 就见到一个两米高的人生狗头怪物 助力在走廊上 YouTube们大敞着 里面全是玩家的森森白骨 人生狗头怪物 给我们递过来三张拜访卡片 我张了张嘴 正想说点什么 人生狗头怪物突然变向我 微微俯下身 即使我高度近视 我也看清了它全尺间的碎肉 甚至还卡着人类的指头 人类女孩 不要以为三十层那四个家伙 庇护着你 我就会畏惧你 至少 在这件事情上 我绝不妥协 第十层 但凡有人入住 永远都无人生还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可以给看得顺眼的人类 一张拜访卡片 不要妄想更多 我沉默了 努力按下蠢蠢欲动的菜刀 低声安抚某人 好啦 不气不气 好难不跟狗斗 菜刀这才气哼哼地安稳下来 人生狗头怪物和人类的恩怨 或许要不仅追溯到它活着时 更要追溯到如今的现实 部分人类大肆虐杀猫 狗等动物 所以在这个世界 出现一个人生狗头怪物 只在第十层 虐杀人类 听起来 这种杀戮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人类什么时候停止对动物的虐杀 人生狗头怪物回我 气氛正干大时 楼下传来凄厉的呼救声 人生狗头怪物猙獰一笑 瞧 你们卑劣的人类 不仅杀异类 还杀同类 又开始自相残杀咯 与此同时 楼下惨叫停止 机械音响起播报 初始玩家 三十人 存活玩家 五人 仅剩五人 我和在场两名新玩家 面面相去 其中一名 还是当初在楼底哭泣的学生妹 我们这里站了三人 这意味着 九层到一层 仅剩二人存活 我联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打开手机 玩家群里死一般的沉寂 我打头阵 学生妹紧随其后 健身教练断后 我们一行三人 小心翼翼地朝下走去 刚踩上九层的地板 一个透明罩子 就朝我们三人罩下 与此同时 墙后走出一男一女 他们手持绚丽的枪支 脸上露出张狂的笑意 交出你们全部的拜访卡片 否则我们就把你们 和楼下这些愚蠢的家伙一样 都给弄死 正是红姐和俊哥 从一开始 红姐和俊哥 就是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试图博得玩家们的信任 红姐给我发私信 其实有后半段没说 当初名神并非枉死 至少给后面的玩家 提供了一条 截至第六天的游戏思路 让玩家尽可能多地存活到第四天 其实不一定依靠要攻略邻居 拿到所有拜访卡片 因为并不是所有玩家 都和我一样好运 一下子能拥有这么多杀伤力道具 震慑住诡异 甚至也没有看到楼底的报纸 无法从心灵层面说服诡异们 所以 还有另外一种办法 抢夺与吞噬 从第四天开始 只要玩家A杀死玩家B 则玩家A同样会获得 B层诡异的拜访卡片 并且会继承玩家B 已经拥有的拜访卡片 所以 这就跟养猪一样 只要A把这头叫B的猪养肥养大 然后又弱于A 最后A就能减漏 而我们所有人 都是红姐和郡哥养的猪 我意外成了猪王 呸呸呸 说白了 在恐怖游戏的规则里 是允许且支持自相残杀的 只是 这次 红姐和郡哥看走眼了 我解开外套 露出红色长裙 从裙摆下拎出 断头Boss的菜刀 长子 哭手 说来听听 你们想怎么弄死我 我举着菜刀 随意挥了挥 S级防护罩道具 破损毁灭 红姐和郡哥的脸 也一寸寸军裂 直到最后 他们彻底瘫倒在地 宁念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只是太想复活了 求求你不要杀我们 饶我们一命 我丝毫没有留情 也不顾他们的求饶 只是淡淡地问 楼下那些玩家 也这样求过你们的吧 你们放过他们了吗 最后 生锈菜刀仿佛有自主意识一般 朝着他们挥去 炖刀子割肉 一刀一刀都能把他们砍死 可刀还没碰到他们 看到这个SSSS级的道具 朝自己飞来 红姐和郡哥的惊悚值 就直接飙升至一百 暴体而亡 魂飞魄散 甚至没有留下一丝血腥味 最后 我把那杀气腾腾的菜刀 搂在怀里 低声安抚某人 好啦 不气不气 我没有受伤 我把红姐和郡哥两人 依靠沙同伴收集的拜访卡片 让给了学生妹和健身教练 好心交代他们现在还有时间 可以去拜访20层至30层的诡异 如果诡异针对你们 就说你们是30层应恋的朋友 他叫你们上来拿卡片的 我相信 我苦口婆心和诡异们谈了这么久 应该能给我一分薄面吧 学生妹和健身教练感激不已 连连对我鞠躬 我急忙避开 三个人搁着跳弹歌一样 我独自往下 收集自己需要的拜访卡片 再往下 就更容易了 我一路几乎畅通无阻 几分钟集齐全部卡片 可是 我的耳边并没有响起游戏提示音 我知道 我还缺了最关键的那一张 30层的卡片 30层的故事 可是 我不是傻瓜 这些天相处 他们的故事我早就知道了呀 他们的确曾经是四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 思思是在雨天放学后 好心帮成年男性撑散 最后却被伤害被杀死的小女孩 长老头是坐公交被污蔑的老色狼 最后担心女孩安全 还不计前嫌帮那个女孩致富真正的坏人 最后自己却被捅穿了肚子 肠子留了一地 黑老太是小区着火 儿子明明懂怎么用灭火器和消防器材 却因为消防栓没水 不得不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活生生的烧死 断头大boss是大型邪神组织成员的亲生儿子 成绩优异 名校毕业 好不容易逃离原生家庭 可他的父母被洗脑 听说吃亲生儿子的脑水 能长生不老 于是趁儿子不备 夫妻俩拿顿刀子 砍下儿子的头 当真去敲骨取水 而我能和他们在这里重逢 组成怪异又别扭的一家人 或许也不是意外 其实 在我车祸前一天 我发了工资 我突发奇想 就去附近的花店买了四树花 随机挑选了四座连在一起的墓 送给了故去的人 我记得 那四个墓碑上的名字 分别是 秦思思 刘爱国 李翠兰 吴明 原来 他真的是吴明 回到三十层 我恢复正常 又没心没肺地笑起来 走到门口一看 门开着 也是 从我出门开始 这扇门就没有锁过 他们一直在等我回来 客厅里做着面带笑容的老老少少 他们做了一桌子美食 套着我最爱喝的茶饮 几个人拉着我的手 让我重心捧月般地坐下 然后笑咪咪地说 刚刚你那两位朋友上来 我们已经把拜访卡片给他们了 接下来 你的第七天属于我们 让我们做一天真正的一家人吧 一天和其快乐 可一天又和其短暂 晚饭过后 夜幕降临 黑老太挥了挥手臂 在夜空划过星火 如同烟花 我急忙吹彩虹屁 老妈可真利 一双手轻轻捧起我的脸 一个温暖的唇落在我额头上 她的脸红得似乎要低血 却还盯着我的唇 迟出着问 我可以吗 要命 这种事还要问 非要人家一个女孩子主动 真是休死个人了 我快速点起脚 一把搭住她的尖 狠狠咬住她的唇 随后 缓缓加深这个吻 气息交融时 只见断头大boss猛地推开我 眼疾手快地一把拔下她的头 猛地塞到我手里 眼神真诚地像一只大狗狗 这样做 你就不用点脚那么累了 我心性眼地捧起她的头颅 温柔地亲吻 唇齿交融 嗯 老公真的好聪明呢 弹幕 不是 哥 我磕得正欢呢 你想吓死谁 这对臭情侣什么都好 就是过于变态而不自知 爱过后 断头大boss 朝我手里塞了一张卡片 30张卡 极其 我看着手中的卡片图案 拼拼凑凑 顺着纹路 快速在地上把它们摆好 一扇漆黑的门的图案 在面前徐徐展开 与此同时 机械音在我耳边欢快地响起 恭喜玩家宁念 全部居民的喜爱 成功召唤意识之门 意识之门将在今晚11点出现 请幸存玩家带着家人 准时前往一楼 打开意识之门离开 过世不后 否则玩家将永久迷失在该副本 弹幕激动得大吼 明天要见证历史了 幸福之家的手通 可是 想到要离开 我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呢 晚上11点 四大户法拉着我 抵达了一楼 原本是铜墙铁壁的一楼院墙 现在上面赫然开着三上古朴的黑色大门 每一扇门上面挂着不同数量的锁 我上面挂了四把 学生妹挂了一把 健身教练挂了两把 我隐隐猜到了什么 门上面分别写着玩家的名字 名字下方 还标记着惊悚值 我的 你念 惊悚值 零 学生妹的 苏小默 惊悚值 99.9 健身教练的 方远 惊悚值 90 其余两人皆震惊地看着我 似乎不理解我是怎么做到的 这 鬼异明明很可爱也很温柔啊 有什么好怕的 机械音再度响起 语气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 请问 各位玩家 是否要喂食钥匙 打开意识之门呢 仅限今晚12点之前哦 各位还有一个小时时间 否则将永远迷失在该副本 钥匙 除了30层的家门钥匙 我没有别的钥匙 可是 大门上的锁孔都是新型的 一看就插不进去 我有些颓废地蹲在地上 拖着下巴 可怜兮兮的对断头大boss 思思 长老头和黑老头撒娇 哎呀 怎么办呢 没有钥匙 我回不去了 我可以永远留下来陪你们了 兮兮 真开心 断头大boss忽然抬起我的下巴 半蹲下身体 平视着我 眼中一片诡异的赤红 你念 你猜到了钥匙是什么 所以才这么抗拒 对吗 可是 你不知道 如果你迷失在这里 你并不会变成我们诡异中的一员 你只会变成四周的一缕黑物 而你们所谓的恐怖游戏世界 全都充斥着这样的黑物 他们没有情感 没有灵石 没有思想 甚至不能算一个东西 你念 那样 我将会永远失去你 如果这样 还不如 你先短暂的失去我一段时间 话音刚落 男人忽然抬起掌心 猛地插进自己胸口 掏出了一颗跳动的 火红的心脏 随手丢进了我们上的其中一个锁眼里 那把锁突然变成一个大头怪兽 把心脏吞噬得干干净净 啪哒一声 锁开了第一把 机械因此时也有些愣住了 语气带着莫名的恐惧 那么 请问其余尊贵的诡异大人们 是否愿意奉献您的幸福之心 帮助您的家人 打开这扇意识之门呢 是的 其实打开门的钥匙 就是诡异家人们的心 而且 必须是所谓的幸福之心 方远和苏小默 哀求地看向他们的诡异家人 可那三只诡异齐齐摇头 抱歉 我们的心不是红色的 不是幸福之心 说着 顺手剖开自己的胸膛 果然 是三颗死记的 黑色的心脏 玩家在角色扮演时 总归是抱着害怕 恐惧 忍耐的想法 去做任务的 因此 七天下来 导致诡异们的心理 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 这也是副本的歹毒之处 方远忽然崩溃了 口中风喊了一句 什么狗屁幸福之心 那不就是活人的心脏吗 我也有 他不敢对诡异动手 于是 趁苏小默不查 直接把他整个人 丢向他自己的门 方远门上的其中一把锁 立刻变成一个大头怪兽 一口就把尖叫着的 苏小默吞了下去 脸皮带骨 吃了个干净 我甚至都没来得及阻止 方远又癫狂地 把目光头向我 似乎也想把我丢进去 毕竟他要开两道锁 思思吃笑一声 白裙无限变大 变成了一个活体绞肉鸡 一口咬住方远 不消片刻 漫天飞舞的 都是红色碎肉 鲜血把白裙染成红色 思思对着漫天血肉低于 本来在妈妈离开之前 想做一个乖孩子 可惜你非要找死 然后 他忽然扬起可爱的小脸 伸出白嫩的手臂 迅速掏出他的心脏 朝我门上的第二把锁丢去 妈妈 思思也舍不得你 但是 思思更希望你先活地活着 即使那个地方没有思思 而不是变成一缕黑雾 长老头和黑老太也如法炮制 打开了我的第三把和第四把锁 好孩子 如果有朝一日 你能见到我孩子 告诉他 消防栓没水 不是他的错 也告诉我的孩子 他的爸爸是个救人的大英雄 不是老色狼 好孩子 你千万别吃醋 你就仿佛是我们新生下来的孩子 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我的眼泪一滴一滴落下 漆黑的铁门里 爆发出刺眼的白光 我依旧是个高度近视眼 可这次 我精准地扑向他们 死死抱住他们 哭着问 没了心脏 你们会不会死 断头大boss紧紧搂住我 黑毛中满是柔情 不会的 我们只是会失去所有记忆 不知道被丢到哪个副本打工而已 但是 只要再次重逢 我一定会想起你 妈妈 思思也是 好孩子 我们也是 最后 十二点的钟声敲响 四双大手齐齐 把我推向铁门 我听见四道温柔眷恋的声音 同时响起 好好照顾自己 别害怕 下次再见 我听见过躁的机械音 在我耳边叙叙叨叨 恭喜玩家宁念 在幸福之家副本圆满通关 获得100积分 恭喜玩家宁念 在幸福之家副本达成手通成就 额外获得500积分 我没搭理机械音 贪婪地看向光外模糊不清的身影 视线定格在那道黑影上 这次 我看清了 他眼角染着泪痕 在对我笑 我双手合起喇叭 冲他大喊 我想好了 你的名字 宁 君 安 万里迢迢 违念君安